大家好,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义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访华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维杰夫。 习近平请梅德维杰夫转达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共二十大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 我们有充足的底气,充分的信心,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以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提供更多的机遇。 中国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长期开展机制化交往,成为巩固中俄政治互信,推进两国互利合作,展现两国战略协作的独特渠道和平台。 为新时代中俄关系,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中俄执政党交往迈入第三个十年,希望两党继续围绕治国理政经验,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政党国际多边合作深入交流,就执政党建设互学互建,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指出,过去十年,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始终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 中俄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基于各自国情做出的长远战略选择。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把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推向前进,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希望双方保持理性克制,开展全面对话,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安全领域的共同关切。 梅德威杰夫首先转交了普京总统至习近平的亲属性,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友好问候和美好祝愿。 梅德威杰夫热烈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祝贺中共二十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更大发展,不仅造福十四亿中国人民, 对整个世界也意义重大,相信中共二十大做出的决策部署将得到有效的落实,统一俄罗斯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俄中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两党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双方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合作,统一俄罗斯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推进两国经贸、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 共同抵制外部施加的各种压力和不公正措施,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斗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乌克兰危机释出有因,十分复杂,俄罗斯愿意通过和谈解决面临的问题,双方就共同关心其他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大校20号也介绍,根据中俄两国年度军事合作计划, 两国海军于12月21日至27日在东海海域举行了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的课题是联合维护海城安全,设置联合封控,临检拿捕,联合防空,联合救援。 联合反潜等科目,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方主要兵力来自于东部北部战区海军, 包括导弹驱逐舰、包头舰、济南舰、导弹汇舰、宾州舰、严城舰、综合补给舰、高优湖舰以及潜艇、固定翼预警机、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 俄方餐饮兵力包括瓦梁格号导弹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大型反潜舰、 完美号、阿尔达尔号会计舰、佩琴家号补给舰。 中国双方分别在各自国内开设联合导演部,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李玉杰中将副司令员和俄海军科罗廖夫少将代理副司令担任演习导演。 并分别各自编队指挥开设执行导演部,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王玉海军少将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卡扎科夫少将, 担任执行导演。 联合军事演习将采取红蓝对抗、 临机倒调的形式,开展石兵对抗和石弹射击演练, 主要围绕联合风控、临检拿捕、 联合防空、联合救援、联合反潜和石射火箭深弹等科目展开。 演习将进一步突出联合军事演习的实战性、创新性, 巩固中俄两国海上联合演练十年来的经验成果, 推动建立海上联合巡航机制。 高学成表示,自一二年以来, 中俄联合海上系列演习已经成为提升两国两军战略互信水平, 增进传统友谊,锻炼提高海上联合行动能力, 稳定合作平台和经验。 海上联合2022是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做出的正常安排。 俄罗斯国防部也发布消息, 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俄之间的海军合作, 维护亚太基调和平与稳定, 此次演练计划对空进行飞弹和火炮联合射击, 对海目标进行火炮射击, 并展开实际使用武器的联合反潜演练。 俄国防部指出, 俄海军将调派太平洋舰队旗舰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林格号, 吴卫级驱逐舰沙波士尼科夫号。 去年10月的联合海上2021演习, 俄罗斯的彼得大地湾相关水域空域举行, 演习后中俄共10艘军舰联合编队首次通过了 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之间的清津海峡, 几乎绕行日本一周, 引起日方高度关注。 梅德威耶夫访问中国, 现在普京已经下令在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力量天气管线正式向中国供气, 也就是现在实际上中国已经获得了来自于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的天然气。 除此以外, 实际上中俄这次演习也是针对日本、针对美国, 特别在台海方向。 这个态度非常清晰, 俄罗斯是支持中国在台湾方向, 如果中国未来武统台湾的话, 俄罗斯是公开支持中国, 而且俄罗斯出动了海空军可以牵制日军。 那么在白俄罗斯方向呢, 今天也有消息啊, 白俄罗斯和基辅的北部地区的边境地区, 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三个州, 已经禁止非公务人员进出了。 戴昭上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呢, 是二月份啊, 当时普京亲自访问了北京, 北京冬奥会期间, 随后呢返回莫斯科, 俄乌战争爆发。 那这一次梅德维基夫带了亲密信抵达北京。 我个人判断啊, 在一月份, 在一月份, 也是下个月, 很有可能啊, 俄军会从白俄罗斯方向进攻基辅。 啊, 所以这一次亲密信很有可能会提到啊,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 现在白俄罗斯边境非常紧张, 包括呃, 白俄罗斯的军事啊, 军事力量也在进行新的部署啊, 普京的刚刚访问了白俄罗斯。 所以这一次梅德维基夫啊, 带亲密信访问北京, 很有可能也是向习近平向中国方面提前啊, 告知, 啊, 普京在白俄罗斯, 在乌克兰, 在基辅方向的啊, 军事行动的意图。 所以未来呢, 白俄方向啊, 俄乌战争很有可能会升级啊。 那现在在台海方向呢, 实际上呢, 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军事演习也是要震慑日本, 震慑美军。 啊, 中国呢, 实际上在台湾方向啊, 中国的意图也非常清晰了啊, 中国呢, 武统台湾应该就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内。 实际上中国也在等着欧洲方向啊, 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另外呢, 美国啊, 他现在和俄罗斯在欧洲, 在特别是北约这个东扩上对俄罗斯这种战略的挤压, 对中国也是一种威胁。 所以中俄这种合作也是共同在东北亚地区应对北约的东扩, 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美国组建这个亚洲版北约。 俄罗斯和中国也是积极反对。 所以未来呢, 中国和俄罗斯会在台海方向啊, 特别在台湾问题上, 中俄会有联动。 啊,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获得了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 那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俄罗斯贝兰呢, 在白俄罗斯方向如果进攻基辅, 进攻利欧夫, 波兰啊, 包括立陶宛, 这些啊, 东欧地区的北约国家, 他会介入, 那实际上整个欧洲就会深陷乌克兰这个战争。 那么届时欧洲力量呢, 被拖在欧洲方向, 那么中国在台湾, 在台海就获得了战略窗口。 大家可以看, 俄罗斯实际上呢, 他在欧洲方向和北约这种地缘政治争夺, 给中国武统台湾啊, 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啊, 这就是战略窗口。 大家可以看, 现在习近平和普京, 包括梅德威基夫这次访问中国, 中俄之间这个联动, 再加上日本美国啊, 日本的这个首相安特文雄将访问美国, 其实也要谈这个事。 其实日本看的也很清楚, 中俄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一起。 普京公开支持中国, 那么日本还有美国未来会有行动。 所以我说台湾问题未来会逐渐的明朗, 中国呢, 武统台湾这个时机也越来越成熟。 欧洲方向呢, 欧洲未来呢, 很难介入台海, 因为欧洲自己他有心无力, 他自己欧洲东欧方向发生战争, 特别是俄乌战争, 他在白俄罗斯方向这个战争扩大。 那么欧洲很难再介入台海, 美国想介入台海也很困难, 美国的军事力量现在主要的还是集中在欧洲方向。 所以未来几个月对台湾, 对欧洲, 对乌克兰都十分关键。 现在从白俄罗斯方向的消息来看呢, 实际上俄军已经准备好在白俄罗斯方向用兵, 进攻基辅了。 我后面呢, 会专门做一期白俄罗斯方面的视频, 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白俄罗斯边境的一些情况。 好, 那么这次梅德维基夫访问中国, 我个人判断是提前跟中国打招呼。 就欧洲方向发生了新的变化, 普京很有可能在月底要进攻基辅, 从白俄罗斯方向进攻基辅, 一击掠复。 整个俄欧战争要升级, 那么中国方面也要做好准备。 中国呢, 现在在台海, 在东海, 你可以看中国也在积极的准备。 如果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我觉得中国一定不要错过, 快速的拿下台湾, 武统台湾。 那针对俄罗斯呢, 和中国的关系呢, 现在国内有另一种声音, 实际上不信任俄罗斯。 但是我想说, 实际上呢, 台湾问题本身呢, 还是要看中国自己。 就是你中国想不想收复台湾? 你自己不想收复台湾, 谁帮你都没有用。 谁来帮你都没有用。 就算美国人给你了机会, 你又不想收复台湾, 你还会错过这个窗口。 现在主要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是中国人决定自己, 是不要统一台湾。 这个决心下没下。 特别中国的高层, 如果这个决心都没有下, 来再多的机会, 给你再多的窗口, 你还是抓不住。 现在不要提俄罗斯, 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 只是因为俄乌战争, 给了中国这么一个窗口。 但是最后, 能不能收复台湾, 要看中国的决心。 这就是我的态度, 实际上还是要在中国。 你中国想不想收复。 所以国内现在实际上有不同的声音, 包括对待台湾问题, 有一些人公开喊, 永远不要收复台湾, 台湾就保持这个现状, 咱们一直就跟美国发展, 跟美国这样保持这种态度, 这种关系。 中国有一天超越了美国, 自然台湾就会回归中国, 有一些人就是这么观点。 但现在来看美国, 他不想跟你保持这种关系。 美国一直制裁中国, 所以你看中国对待台湾, 对待美国的态度在变。 所以我说, 中国国内有一些专家也要变, 与时俱进。 这就我一直要强调的, 台湾问题非常复杂, 它在时刻变化着。 那么你中国, 你收复台湾, 只要你有这个信心, 你有这个想法, 坚定了你的想法。 不管外面再困难, 你最终还是能够收复台湾。 你根本就没想过收复台湾, 外面怎么变化, 你最后还是收复不了台湾。 主要还是要看你中国自己,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现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坚定这个决心。 也是我这个频道一直在强调武统台湾, 收复台湾, 给大家不断的强化这个决心。 那现在俄乌方向, 俄罗斯和乌克兰方向, 白俄罗斯方向出现新的变化。 梅德威就访问中国, 实际上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俄罗斯未来在基辅方向会有新的动作。 未来俄乌战争要扩大, 你中国呢? 你中国人自己想一想, 你要不要收复台湾? 你想不想统一中国, 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 这是中国人自己要思考的, 俄罗斯也帮不了你, 俄罗斯也帮不了你, 是你中国人自己要思考的。 那这是今天梅德威杰夫访问中国最新的消息,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